還有法國的商行 清朝鴉片戰爭之後 沙緬淪為英法租界 一棟棟的古建築物 記載著當年外商在廣州 和中國通商的歷史 當時外商和本地商人 在沙緬附近成立多間商行 同稱十三行 就是現時廣州十三行路一帶 遲至今日 這裡再見不到商行 而是變成了成衣批發市場 如果說十三行 你會想怎麼來 衣服、鞋子 這張鞋沒有了 這條名字我就不記得 但是其實這裡 你從什麼清朝都已經很和 為了給民眾和遊客 重溫十三行這段昔日歷史 當局決定在十三行路 這個文化公園 興建十三行博物館 現在在十三行路 建築物起得比較密集 也是人多車多 當局就說已經完成了 對十三行路和周邊地區的整體規劃 希望用五年時間改善這裡的環境 令到民眾和遊客來到這裡 都可以覺得舒服一些 不過有學者認為當年的十三行 旁邊就是珠江 同時也是貨運碼頭 單靠展覽難以完整地呈現歷史 建議政府把部分展館搬到珠江邊 和周邊的環境同時展現出來的時候 它被人的感受就不同了 因為它前面還有很大的貨倉 射貨的一個平台空地在這裡 靠近江邊 讓大家能夠更加感受到 這個清末的時候 廣州的狀況是怎樣的 它指博物館日後 可望成為廣州的新景點 亞洲電視駐廣州記者 張志仁報導